这儿青菜 今儿人家就准备了 感受它心灵这个 那么最终的话 人们一定还是回归一个 在一个时空下进行我们的一些感情交流 尤其是感情这一块这样的一个交流 它是最好的 就像微信和电话的发明 也没有疏远人们之间的关系 而是让大家交流得更频繁 成本更低了 这个是这块真正恶心 这个是他 我觉得没有必要吧 越轻越商业嘛 我觉得 而且这都很尴尬 新什么东西呢 不一定会得新这个东西吧 我觉得没什么作用 而且买这种东西 我觉得蛮变态的 根本不能解决什么异地 其实还不如视频 每天跟对象视频还有用一点 然后我也不觉得变态 因为这属于一个私人使用的物品 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我玩的 也有什么东西 我是说 你这种东西 我本来就很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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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就很不懂